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媒体说了算 然后他就批评林静怡跟民进党 激起了年轻人仇富反伤 说是像共产党操作红卫兵那样子 把台湾的年轻人操作成了绿卫兵 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 林静怡就痛批对方 真的是有够贪 贪到不知羞耻了 那么严宽恒他没有解释清楚 这时候反而还批前市长林佳龙 说他行政怠惰 林佳龙则是说 严佳占用国有地的市政很明确 就在他就任市长前兴建 卸任之后扩建的 所以他就批评说 严宽恒自己立法又不守法 土地变他家 而且还甩锅给他 那么都发局是说 去公所最晚在14天之内 就会回复 如果认定违建的话 就会要求要拆除 好 但这个时候我们也看看 台中市长卢秀燕 在民生桥的改建开工典礼上 两度的感谢严宽恒 跟严利敏兄妹 争取地方上的建设 好 所以这个部分 浮血的意味就非常的浓厚了 甚至当地现在还出现了 所谓的路口卡位站 就是临近一下就质疑说 严宽恒花钱找工读生 用人海的战术 站在路口当路霸 好 严宽恒这边是说 没有哦 说志工都是高龄妈妈 自发性去举牌 可是我们三地新闻记者 去问志工的时候 志工跟我们讲说 有啊 他们领的是实心 所以哪里来的自发性的志工妈妈呢 好 另外我们要看到 严宽恒最近催票 不是追这个垃圾车 就是打棒球 大家都认为说 这感觉上好像有模仿 这个陈柏惟的味道 陈柏惟就说 刚好你也是3Q的志工 干脆改叫NoQ好了 好 另外呢 现在韩流会不会再起呢 韩国瑜出席 新北市议会议员 历届的议员回娘家的活动 跟侯友谊 还有朱立伦同场 事实上呢 韩国瑜被罢免了之后 他沉寂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他说过去这段时间 好像是坐了政治云霄飞车 但最近连续的公开露面 创下了他个人的网络上声量 三个月来的最高峰 所以未来他到底有什么样的 政治企图或是打算呢 我们稍后都会一块来谈 我们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 王瑞德 瑞德哥好 清平好 大家好 好 民进党立委庄瑞雄 大家好 观众部大家好 好 再来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 王立任 立任好 清平好 大家好 好 还有前台中市新闻局长 卓冠婷 冠婷好 清平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资深媒体人陈东好 邓浩哥好 大家好 好 同在现场还包括了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明贤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 在这个中二补选倒数阶段 林静怡在龙井的造势场合上 有副总统赖清德前来相挺 而林静怡呢 他当场还有怒批这个严宽恒 说他贪到不知羞耻了 好 但是呢 那严宽恒就对于林静怡发布一些影片 他认为这是在做不实影片的政治操弄 要把年轻人操作成绿卫兵 我们先来看看两边的工坊 大咖来助政 副总统赖清德为林静怡助讲 赖清德用送炒名将杨家将一门中立 暗奉选区内的地方家族 只为利益 主角林静怡这个时候接着灯板 瞄准对手颜宽恒直接开轰 林静怡的龙井造势场宛如批言大会 陆战模式如同宣战一般 同时也在空战中发布最新影片 选战剩下14天 呼吁选民回家投票 透过空战策略激起入战选民投票意愿 对手颜宽恒痛批林静怡操作年轻人 成为绿卫兵 激起这些年轻人的仇富反伤 这种情节造成社会的撕裂 那是不是林静怡医师 民进党统卫兵一样在台湾施行 把台湾的年轻人操作成绿卫兵 林静怡造势场变成闭言大会 严宽恒阵营对此以候选人忙碌为友 没有回应 不过严宽恒不满林静怡 选战影片的操作手法 双方碰面巧合握手 转过身却又各自发射炮火 三日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好 等一下我们随时会有 疫情指挥中心最新的记者会 我有先请教瑞德哥 刚刚林静怡她就痛批严宽恒 说真的有够贪 贪到不知羞耻是有多贪 对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严宽恒跟严家的故事 那没想到经过这个一个 多月以来的审视了以后 真的只有一个字来形容 就是贪 为什么 你已经有那么多土地 你一个人严宽恒六七十笔土地的 十几笔的房地产 几十笔的保单 还有自家超过上亿的这个股票了 还有那么多现金 结果没想到说 你看连你家 之前八一七你还能说 那是你的兄弟的 你知道吗 那是二房的 那不是你的 那么你现在连你自己的住家 在杀戮 请问在杀戮 什么人有在调求你 有千坪以上的庄园豪宅 现在你说不清楚 那么到底你还有盖了多少的违禁 然后呢 这个等于说 为什么说他贪 你还占了这个所谓的 三百五十坪的国有土地 那么国有土地从2014年开始占 无偿占有 虽然那个名下的人叫做李靖甫 但问题是李靖甫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跟你是合作的关系啊 跟你有没有在学校同学的关系啊 请说清楚讲明白 然后呢 为什么李靖甫会占一块地 让你家在这个地方开垦车道 然后紧接而来变成 你看 他们家一个44岁的年轻人啊 那么他住的地方 也不要说在杀戮啦 在全台湾已经快变成欧式庄园了 我说坦白的 你只为门口对吧 那如果这个圆寬很有随护的话 每天早上在那边晨跑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够大 够大 门口道里面有100多公尺啊 为什么 这土地如果都是你家的我没有意见 你家建立这个土地 你还要建国有财产署的 这个国家土地的便宜嘛 昨天早上那一场啊 在龙井我在 我也去帮林靖怡助讲啊 那么昨天非常冷 昨天非常冷 风非常大在龙井 竟然可以挤进了 五六百位的相亲以上啊 至少啊 那么挤进来以后在天波府啊 那么下午的时候呢 下午三点开始呢 在雾峰挤进了1000多个人等等啊 我觉得反应非常热烈 是过去我们比较少见在海线二区 我听那个当地的 因为一些朋友说啊 过去没有那么热闹 你知道吗 那这一次呢 大家的反应越来越激烈就对了 为什么 因为呢 对老百姓来讲 有相对的剥夺感 为什么 太不公平了 他到现在 我已经问他多少次了 他到现在还不肯讲清楚 这几个月来 到底你二十几岁到现在 你质是怎么谈的 你都没有办法讲清楚嘛 你质是怎么谈的 你说不清楚 他刚刚说什么 他说 民进党跟林靖怡在掀起 这个反伤情结 对不对 然后反伤 那么仇富 然后紧接而来呢 那么好像在制造这个 绿卫兵就对了 那么你错了 没有人要反伤 没有人要仇富 你只要每一分钱 都是靠自己的能力赚的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跟我们一样 二十六回 其实我们在座 还有人买不起房子 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 二十六回 我站在座上带我太太 我一句话 两万块而已 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赚钱 然后呢 你如果不是买大乐透 团圆中了几亿几十亿的话 我问你 你怎么有机会 就贪这么多钱嘛 你要说清楚 讲明白 你没有要选立法委员 有没有 我们都不会去检视你啊 你今天要当国会议员 你要用同样的标准 去检视这个 三Q陈博为 那我们就检视你嘛 就没想到你 完全进不起检视 到现在 他都没说他钱 怎么来 年轻票 你老婆说 你是因为不敢 不敢啦 不敢啦 是 听了 你老婆 当地去有人打败 去赚钱 去赚钱买回来 赚钱那些行吧 赚钱那些行吧 你是 你要怎么去贪这些钱 二十六块 就可以贪两三千万 去台中七基买豪宅去 孝敬你的妈妈 那个孝心是非常可贵的 但你要告诉我们 钱是哪来啊 我一个开 我经常说 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我去到兵人打开市 到现在有千坪欧洲庄园豪宅 你知道吗 这好励志 而且这个庄园豪宅 其中三百五十坪啊 竟然以一个月 不到一千块的价格 汪梦黎 各位 如果你们占有 国有土地的话 对不对 谁能够像他家一样 然后呢 现在台中市政府 面对这个比八一七 还要棘手 八一七还不是他嘛 现在是遭到他了嘛 竟然说 要两个礼拜的时间 去会刊 去能不能了解 然后你要知道 会刊了以后 还会再发函给他 在两个礼拜的时间 让他们自己去拆 就是要拖过一月九号 对啊 两个礼拜就已经过了吧 我跟你讲 没关系 卢秀燕你继续拖 你继续拖的结果 就跟八一七一样 就跟你台中棒球队 最近又出来了 继松心大学生之后呢 那么最近这几天 棒球队又出来打人了 你知道吗 你继续拖 我相信一定会影响到你 明年底的连任 台中市长的这个选情啊 你只有因为遇到严家 你什么都转弯 你都不积极 然后呢 你就想尽办法 这样的混过去 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社会 瞩目的重大案件 有就有就有就有 会刊马上知道 以后马上要求 看看怎么解决嘛 袁宽宏到今天 完全不去提他的住宅 有没有这个等于说 违建 他竟然把所有人 整个去推给 民进党去推给林家隆 你在去违建的时候 林家隆做起床了吗 还没吧 对啊 还没吧 所以呢 你这些土地这些干嘛 包括 包括 那么那个广告里面啊 江启臣说啊 你没有当立委了以后呢 常常去 为了乡亲的事情 去拜托他 卤大小卤大小 那个 我问你嘛 江启臣他有没有为了这个所谓国有财产署的这个350平的土地来找过你啊 变更相关的这个的标案 有没有啊 对不对 大黑的怀疑嘛 你要出来讲清楚 说明清楚 讲明白嘛 你里面有没有违建 有没有违建 2017年才出现的那个四方形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那么大零空照图都拍得清清楚楚 是不是大型的招待所会管的违建 他们到现在817到现在所谓的这个大型千平豪宅 都没出来给社会败借 对啊 对啊 因为这个事劣也没说 去无处理 去林太盛 贪得无业 如果有的话 这跟绿卫兵没有关系 那仇户没有关系 我们也没有去说郭台铭有违建 我们也没有去骂过郭台铭太有钱啊 对不对 为什么 有钱是人靠人的本身嘛 对啊 有钱都合法 那是人的本身嘛 对不对 但是 如果要用这种投机取消的方式 有着在法律边缘所谓号称合法的方式 那么这种人 尤其他又要参加理会委员 说到自己那时候道德冲政委员会 无比高尚对吧 说白人都是 卓冠亭啊 他们这些人啊 行政怠惰 求处理 自己放火的人对吧 现在才说你们来来我放火 我不客气说啦 小偷偷东西的时候 过了若干年警察来抓 他说你们行政怠惰 我在偷东西的时候 你们来抓我啊 事后才来抓我 其有此理啊 出来面对 到底有没有 只要说清楚你自己的房子 有没有违建就好 有违建马上拆 除了拆之外还出来道歉 如果你继续三朵 继续欺骗 那就请你退出这次的立法委员补选 因为你不够资格选这个立法委员 好委员你怎么看 因为这个事情到现在啊 被爆的料越来越多 但他们都不愿意出来讲 现在最新的这个豪宅 又是占有国有地 而且他们还继续甩锅啊 夸张 你像譬如说 这个这一次的选举到现在 爆发这么多件 都是跟财产有关系 尤其跟土地有关系 这些土地呢 常常你看牵涉到的 都是在讲公有地 所以好像是一个 古代的人跟现代人在选举一样 古代的人的选举的方式就是 我就跟他这样 古代的人不一定有参加 我的意思说这个人好像是活在古代 然后现在是用民主政治的一个时代 大家检验的标准 好像是这个任何的一个检验 到了颜家你会发现 好像在中央选区里面啊 隐身这么大的一个争议 当事人可以跟你讲 我不回应就是不回应 我倒认为说 整个颜官人对整件事情的 一个回应里面 他承认了一件 委员先等一等 我们先看一下疫情指挥中心 最新记者会 指挥中心社区防治组的 张云祥副组长 以及医疗应变组的 罗亦军副长以及我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先请我们指挥官 就我们目前国内 目前的疫情 以及我们工作的状况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我们今天 这个没有本土的病例 没有死亡的个案 那境外这移入的有16例 那每 同共16例是12位男性 4位女性 10多岁到60多岁 那分别从美国 8例 越南 匈牙利 哈萨克 菲律宾 韩国 英国 德国 印尼 入境 入境的时间从12月12日到12月26日 那大家比较关心的 可能是我们这个选手 这边到 今天这一例总共应该是有13例 12 12 12例 多增加一例 那也因为大家看到 进来其实境外这移入的很多 所以我们有一些规定要稍微改变 它 大家知道我们从入境要缴交这PCR 阴性的证明 那最早我们是用所谓的日历天 用工作天来做计算 那也是用发报告的日子来做计算 那大家看到现在境外移入的多 而且多半我们在机场 在机场在采检的时候 都是要地零天 我们就采检到 所以在这里面 换句话说可能这样的一个采检的 时间 规定的稍微早一点 所以这样子还仍然在入境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是染疫的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把这样的规定 做得更严格 所以是从1月4号下礼拜二零时起 那入境的PCR的检验报告调整为 两日内 就是在两日内采检 这是它要登机前的两日内 要采检 然后要辞这样的一个报告 阴性的报告 那进来才算数 希望这样能够降低入疫 入境染疫的人 把这个风险降低 一方面坐飞机的风险也会降低 那另外一方面 在进来的时候我们医疗的复合也不会那么重 所以我们大概从1月4号零时起 那入境的PCR的检验报告 阴性的检验报告是两日内采检日的计算 那当然就是它的采检日 当然是以那个两日怎么算 就起乘地 表定航班时间往前两个日立日 做计算 那也 那也算是很顺利 那我国民众能够加速入境 欧盟等国家 数位 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 那我要从明天上午八十 开放下载 那有关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健康证明 我们是请庞一名资讯组的副局长 来跟我们说明 好 各位 现场媒体女士先生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边是新冠证明的样张 就是现在这个这个这个格式 其实是一张A4指的大小 有国家的识别 有QR Code 那有一些明细的资料 还有一些使用的说明 那他符合欧盟的 欧盟的规定 欧盟的规定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 资料标准是一致的 那互相用数位签章来确认 确认 所以每个国家的数位签章 是要互相去验证和承认的 那资料标准 下面有写 要符合那个 欧盟GDPR的原则 他第一个大的原则就是 最小揭露 就是可以揭露的资料 尽量减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数位证明 没有寄 没有身份证号码 为什么没有身份证号码 大家知道欧洲有些国家 就是没有身份证号码 所以我们是配合这个制度来做的 那主要的验证是用QR Code来显示 上面QR Code显示 那可以离线来验证 那可以离线来验证 当然就会符合欧盟的 可被遗忘的原则 所以欧盟的GDPR就是数位 各支保护的三个原则 最小揭露 资料可吸 可被遗忘 三个原则 就会在这个 整个 这个证明中去 去实践 那我简单的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个怎么去验证这个内容 我现在从口袋拿出东西 这个是实际的护照 这是我们现在的数位证明 实际的样子 摊开来就是一张这么大的 那摺起来使用的时候 其实正常情况使用 其实只要使用 识别是哪个国家之后 只要使用 对面的QR Code 其实就可以了 那 那这个可以放在哪里 这个是我自己下载 这是我的 我印了一张 正常的正常的颜色 我 印了一张黑白 黑白颜色 都是QR Code 都是可以用的 我也放在 我的平板里面 其实可以放在手机里面 可是我的手机另外有有用途 所以我就放在我的平板里面 我放在我背包里面 那这些都是一样可以验的 那验什么呢 验QR Code 我现在用欧洲的方式来验 我先 麻烦各位看左边这个 左边的荧幕 这是我 努力找的 找的国家 有些国家 因为大家知道APP在各国上线策略不太 一样有些国家的那个 是没办法在台湾跟我们下载 那有些国家验证程式 验证程式并没有公开 所以这是我可以找得到的 那我举个例子 我找一个叫做 这是意大利 这是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 验证程式 现在用我的QR Code 他就会出现 我的姓名 我的出生年日 那他的姓名 欧盟的标准 姓名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个是 本国语言 一个是英文 所以 用意大利的方式来看的话 各位看到的是用 我们的本国语言 来看 那我现在再换一个 这是瑞士的程式 一样是我的QR Code 一样出现 一样出现是我的名字 下面一样是出现 是我的出生年日 他下面有一栏字比较小 是秀我的英文的名字 所以 瑞士的就有秀我英文的名字 那 和本国的名字 那意大利的就没有秀英文名字 那是中国的字 这样子是代表通过 通过 对 它是绿色就是通过的 所以打个勾 打个勾 打个勾 和绿色系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通过的 那我再秀一个 英国 这是英国的 英国的城市 好 好 我们现在看到 是英国城市一样 最新记者会 刚刚也讲到说 台湾的数位疫苗证明 已经获得了欧盟的承认 还有就是今天 本土确诊病例是零 死亡例零 那么境外移入是16例 这是最新的消息 好 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 好 接着继续请教委员 因为像大家看到说 颜家这豪宅还占有 这个国有地 而且是超大的违建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千平的庄园 它还有净化石 看看这个豪宅呢 好 它疑似有违建 还有侵占国有地的嫌疑 盖豪宅大门车道周围 还有一些局部增设的设施 从2012年开始呢 就开始增设工程变道啦 还有庭园植栽啦 另外还有车道工程啊 主建物的高度也明显的 比之前来得高 后来工程变道 就慢慢变成了正式的车道 然后主建物旁边疑似 有新工程开挖基地 再来呢 甚至还有庭园水池 入口刚哨 好 在这边 还在这个刚哨的建物下面 出现了大门的围墙等等 但是呢 颜宽恒还在甩锅 他说林佳龙当时是市长啊 为什么不查 是不是行政怠惰 所以这个部分 让大家觉得很莫名其妙啊 然后林佳龙他也跳出来讲说 这甩锅无效啦 因为他是就任市长前新建 卸任之后扩建的 所以他又要这个台中市的都发局 秉公处理赶快查报 但是他们是说最晚14天之内回复 其实从他在 在公保地那个违禁到现在 打了六个洞以后啊 全国的民众其实都在关注 关注说他们原家对这块土地 这个违禁他们要怎么处理 可是现在的态度就是告诉你说 我不处理那你到底能对我怎么样 好了新的又出来了 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说 颜宽恒的一个回应啊 让人觉得很傻眼 而且也觉得非常的大胆 大胆的原因是说 他动不动跟你讲 我毫无所惜我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占这个国有地啊 如果说你那个土地占了差不多 我这么大的一个土地面积 我家的家产这么大 房子盖这么大 我只占了一个零点几坪 一坪两坪 那还可以讲说情有可原 但问题是说 当你如果说是几十坪 甚至现在这个350坪 像这样子你应该是很诚恳的 去告诉社会大众说 不好意思 当初是什么原因 我随处理 这才对嘛 那你现在的一个讲法是说 你家龙你做企业 你是什么 你都行政怠舵 签名如果你家开银行 我们这些都是你的经理人 我们慢慢这边给你掏空 都把那个客户的钱 都把人家给挪用 然后到家我们跟你说 你这个董事长怎么当的 你全部都 对我们有所监督 钱都被我们用光 你都不知道 你讲这个话 让人家会觉得 你事后的一个态度 民众真的听得下去吗 只要有土地 他一定会有马路 任何一块土地 任何一个国家里面 你说让这块土地 没有马路可以通行的话 那就是不对了 这土地就浪费掉了 所以你到底是要去租 你这个通行权要怎么来 要跟私人去租借 或者说跟公务机关 公家机关说 我要一个通行权 我给你缴租金 至少每一个人态度都是怎样 可是言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如果是我们的土地 我们没有路 我们第一个想法是 你家龙你做我好不好 你不要做我 我有通行权 我去法院告诉你我付你租金 国家的我要通行权 你来租嘛 可是这个不是 他这个想法就是 我这么多 先怎么说 你一个马路要从哪里出 不是你家的地 你要从别人家的土地经过 你要人家同意 你现在不是先占 那占完以后到最后就说 没做过来做啦 没什么要做 先占地为王再说 全部都这样的一个态度 你敢拿我怎样 所以让我们去想到的就是说 他这样的一个事后态度 有没有办法通过检验 第二个 好像是这场选举在告诉我们 什么道德标准没有用 什么候选人的形象是没有用 大家来拚基权 反正我在走团 我走团 他们来的出席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我去我有包钱 他好像这场选举 选到最后是在比说 哪一个候选人参加这些社团 参加团体 哪一个人从自己腰包掏出来 中二选区真的都要选这个 以这个来当标准 来选一个国家的一个 代表他们这一个选区的 一个国会议员 这你让人家觉得很傻眼的是 公共事务大家所关注的 是对一个候选人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 如果检验的标准 他都觉得说 这些标准是你媒体在检验我 是社会大众在检验我 你们不算 你们都不是我中二选区的 我中二选区我走出去 没有人跟我讲这一些 到现在来看的话 严家可能认为 媒体你们又不能投票 你不是中二选区的人 你又不能投票 骂你们去骂又怎么样 你们都是反商啊 你们都是仇富啊 他已经告诉你了 我就是富 因为你们仇的对象就是我 我就是富 我这个钱怎么来的 跟你们无关 我一直对严青票我会非常敬重 因为让子回头嘛 那这让子回头以后 但是这场选举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状况 很多状况就是说 黑道进入变成白道以后 白道白道的游戏规则啦 然后这些游戏规则里面你就是要必须要去接受检验 如果他得到地方的肯认 他会拿到很多的一个选票 可是呢当这一些民主政治的ABC 对候选人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 很多该是公共利益耶 你看我们讨论到现在都在讨论什么 都在讨论说 这个代表这一区选出来的国会议员 他在国会在监督这个政府 或者说他的质询 或者说他的提案 到底是为什么 你所图何来 现在看一看 所图都为财产而来 这个我就觉得说 好像如果这样的一个行径 在别的政党里面 有办法生存吗 脱离中二选区 这样的候选人有办法生存吗 剩下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真的会检验这个结果 真的要检验结果啦 不过这豪宅真的没问题吗 严宽恒是说主管机关认定 不过稍后回来 主管庭会有独家的揭秘报道 我们稍微回来 好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刚刚讲到说 严宽恒 他现在是甩锅给一堆人 你看看他就说 当时这个 这个是讲到他的豪宅 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有没有违建 有没有占国有地的部分 他说当时是民进党执政 市长是林佳龙 为什么当时不查 那是不是当时行政怠惰呢 后来林佳龙他也回应说 拜托最后竟然甩锅给林佳龙 他说在这个庄园 2013年竣工跟2014年大兴土木的时候 盖违建的时候 林佳龙根本就还没有上任市长 他12月才就任 灌庭那边手上有很多的资料 今天要独家揭秘对不对 是 这个1250庭 为在杀戮跟龙井交界的 严家庄园案爆发之后 严宽恒他不仅没有对外道歉 他现在说他全部合法 可是被发现说他占用国有地 至少占用7年 这一点我今天不跟你算 我们接下来来讨论违建 今天台中市政是怎么护行他的 上个礼拜五 卢秀燕的都发局发文给区公所 这个背后就有个猫腻在里面 都发局依法 他可以直接去现场稽查 于是他发给了区公所之后 他讲说 14天内 可以在14天内会去稽查 各位今天是礼拜一 如果区公所今天收到 14天后 1月9号已经过了 这个就是在拖 这个就是卢秀燕不去查 他不要去证实这是违建 我跟大家讲 今天你卢秀燕不查 我们在前进新台湾替你查 这个就是 严宽恒他所持有的 一个豪宅的主建筑 这一栋呢 土地是陈力林所持有 就是他太太 而这栋房子 是严宽恒所持有的 这些房子呢 我们根据过去的建造跟史照 我们看到他可以建地上四层楼 18.35公尺 可是呢 我们在现场的照片 因为我们无法接近 旁边是树挡住 我们只能证实说 他总共目前以窗户来看 有六层楼 可是他可以说 六层楼的窗户 不代表真的有六层楼 因为我们无法接近去量 他到底有没有超过18公尺 他可以说我可能一楼挑高 两层楼的窗户超过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证实 你这就是一个违建 如果说你不查 我们也可以证明它是违建 我们来看哦 过去 这一个他当时在2013年的建造 这里证实 它是地上四层楼 建物高度可以建造18.35公尺 我们来看一下 感谢真的是杀户地区热心的民众 给我们这个空拍图 我们他附近有一间大楼 这一间大楼 有没有看到 就在他这一栋 盐宽很豪宅的旁边 有一栋大楼 而这栋大楼 我们去调出这栋大楼 一样在杀戮地区 在南四坑段的大楼 它的建造 掉出来之后发现 它是一栋地上七层楼的大楼 建物高度是21.6公尺 这是它限制的高度 好那它实际建多少呢 它实际总共是建20.1公尺 我们看到从地上一层楼 三公尺 地上二层楼2.85 一路加到地上七层楼2.85公尺 好这要证明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一间就我刚才秀的 它的限制是可以建到21公尺 实际建20.1公尺 我们来数一下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 七层楼20.1公尺 我们回来看盐宽恒这一间 依法它只能建四层楼 我们来数窗户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 光是窗户六层楼多了两层楼 而我们用高度来看 旁边这一间20.1公尺 我们用同样的两尺 过来跟它对照 20.1公尺 盐宽恒的这一栋 远远的还超过20.1公尺 所以这一间 我们光是跟它旁边的 七层楼的高度来比 它比隔壁的七层楼的高度还要高 这一张是我们今天最新的发现 卢宣市长 请问你还要拖几天才要去查 这个不够清楚吗 这一栋 我也回应严宽恒先生 这一栋 你的违建的新建时间 是从2013年 盖到2014年 完全是在胡志强市长时期 在这边盖的 我最后要跟你讲 你就好像是一个小偷 你在一间超商里面 这间超商历经的三任店长 第一个是胡志强 第二个是林家隆 现在的店长是卢秀燕 而你这七年来占用国有地 这七年来你在这边新建违建 都没有被发现 结果你现在在第三任店长的内 被别人检举发现 现在该做的事情是 现任店长要去告你 现任队长要去查你 结果你居然跳出来讲 为什么前两任队长 店长都没有发现我偷东西 天下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真的呼吁 严宽恒先生你赶快的把这些真相跟大家讲 也呼吁卢秀燕市长你赶快去击查 不要让大家觉得你是严宽恒的卢秘书了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冠廷拿的那个照片 跟旁边那一栋比较起来 就知道说严家这个的确是有问题的 所以东豪哥现在是怎样 他们打算以拖待变 拖过1月9号就没事吗 他大概现在也只能用拖的啦 因为你现在如果 如果台中市政府很快的 就去丈量他的高度 然后呢发现如果发现有违建 就马上拆的话 那对严家来讲打击太大 最关键是什么 如果我那么讲 如果那个高度没有超过的话 已经下去丈量了啦 然后出来就可以开计程会告诉你 没有问题 他只有四层楼 只是外面盖起来像六层楼 第一时间就可以做到 就是说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第一时间就可以跳出来澄清说 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可以对严家 我们这段时间对严家这些批评跟质疑 马上被打脸 台中市政府公务单位难道 没有能力测量出他高度 有没有超过建造核准的高度吗 他到底是四层楼还是六层楼 走一趟楼梯 搞不好里面搞不好还有电梯 马上就可以知道啦 这件事情要作为一个反驳 需要一个小时吗 根本不需要 已经拖几天了 你看到所有的事情 他只能用拖的 拖到1月9号以后 那为什么要拖 因为你没办法说人家在说谎 你没办法说人家在抹黑你 我还在讲一遍 建筑物在那个地方是固定的 如果今天我们认为它不是 我们讲它是六层楼 因为它看起来就是六层楼 六层的窗户嘛 我当然认为是六层楼嘛 我说错了 他马上出来 真的找公务单位 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把台东东的地方记者找来 我带你们进去 楼梯一层一层走 是四层六层 一次解决 这个过程 我在做一个直播 从召集记者 一个下午的时间够了 可是颜宽文不做这件事情 他没有做这个处理 他所有处理就是说 你们仇富 没有人仇富 大家是搞不清楚 你怎么会有办法这样子搞 因为你选人叫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最讽刺的一件事 你要负责立法 结果你违法 以这栋楼来讲 说实在盖得真漂亮 我觉得帮他设计 这个庭园的人的美学 真的是满有素养 但是他缺的哪里 颜万不懂程序 2012开始整地 开始盖房子盖到2014 我们把时间倒回 如果他当初要盖房子的时候 申请建造的时候 他知道前面会有块国有地 那个时候还马总统执政 我那个时候就去跟国有财产局说 我要乘租你这块地 我要作为我的出入口 我当时就做这件事情 记住颜宽文是2013年 补选上立法委 国有财产局会不租他吗 不会 我先租好 我再来盖房子 或者我在盖房子的同时 先把地租好 我不要等到拖到2019年的时候 国有财产局重新改变计算公式 然后你那些人先占用 然后等到他的租金降价了 你再去乘租 给人家觉得贪小便宜 第二个什么 你干嘛要先占用 我还再讲一遍 程序很重要 你为什么不能先乘租 再来做那条路 这个也很难吗 这个也很难 这个要花你多少钱 再过来 这么讲 盐家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只到此为止 我先预告一下 听到 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料 我听到的 有媒体 有媒体还要在 还要在根据他们家土地开发的事情 我也在等 因为我没有看到报道 那我确实知道有人在做 那你只要想一件事情 靠土地致富的人很多 靠土地致富需要选举的人就很小心 不是就严宽衡 立法院有很多都是建商变成立委 所以这些建商变立委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都被检验 没有一个例外 立法院曾经有地产王 不是严宽衡 大家那时候不是讲他地产王 是讲他什么 叫摩铁大王 摩铁大王 为什么 因为他的地都租给人家开摩铁路 甚至还有人说 我们那时候印象中还有一件 其中有一件 搞不好自己还是股东 好 这个影响是什么 一个立法委员 你有土地不是罪恶 土地不是仇富 可是你的土地跑去盖摩铁路 好听吗 这叫观感 可是眼眶而面的问题更严重 因为你跟国耳地扯上了 然后你的建筑物 不管是你的或者你家族的 经常都有违建问题 你当初要罢免3Q 一定要补选 才要补选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财产清一下 最后再用一点点时间 再讲一件事情 有兴趣的人可以 可以去找这本周刊来看 静周刊 静周刊有一篇 严宽衡的报道 专访 里面有一段我看不懂 因为严宽衡对他的财产来源 跟累积过程 没办法讲得很清楚 可是他讲一句说 这几年他就是一个建设公司 这些建设公司呢 有的时候盖了几十户 有的时候盖了 可能好像不到十户 我只有一个问题 你当你自己有建设公司 你在盖房子的时候 我看那个报道 全部加加 不会超过一百户 你这么多年 这几年来 你也知道盖房子 也赚到钱 你的累积速度 有够你 够你现在的财产 当你会告诉媒体说 我就是一个建设公司 我就是有时候盖起实户 有时候盖不到实户 你共推了多少案子 那些能够累积出多少钱 跟你现在手上财产申报的东西 明显不相当 不是仇富 因为2013年的时候 你当选 你补选 接你爸爸的棒子 当选立委的时候 当时你就把那个银行3000万先处理掉 把家里这些 有守在法律边缘 甚至占用东西处理掉 2013年你就做 今天没有人可以检讨你 是啊 2013年 第一次当立委 你不处理 你拖到今年要补选 全国就只有这场选举 你当然会被人家盯着 你如果当初不去搞3Q 你哪里今天会被人家盯成这个样子 不是要盯你 是因为就有这场选举 你要财产一申报 大家一看下去 跑都没地方跑 这就是因果 是 这是因果 那另外大家就觉得说 你明明自己是立法委员 结果你还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还甩锅给林佳龙 然后说人家都没有查行政怠惰 而事实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料 要被爆出来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来继续讨论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就来看看盐宽恒家族 现在疑似在龙井跟沙鹿的国有地上 违规扩建千平的庄园 沙鹿驱公所在今天接近中午的时候 总算是派人去现场勘察 而根据了解呢 龙井驱公所在24号的时候 也到场去勘察 但是两边都不得奇门而入 我们来看看稍早画面 按下电铃接近中午时段 沙鹿驱公所人员现身 在严加位于沙鹿龙井交界处的 千平庄园前等候 将相机伸入调花铁门拍照 等了数分钟之后 电铃的另一头终于有了回应 因为上个礼拜前台中市新闻局长卓冠廷律立委接连爆料这里疑似有违规扩建违建以及占用国有地的情况 我们公所只是受他委托过来做那个查报动作可以 单纯拍拍然后就报给他们就对了 对对对对 沙鹿驱公所强调只是先拍照查报 至于违建测量与实际情况 还是要等进到里头才知道 不过包含今天到场的沙鹿驱公所 和24号就已经先到场勘察的龙井驱公所 都不得奇门而入 实际有没有违建占用情况 还是得由国产署和督发局进去之后 才能定夺 好所以我先请教一下明贤 因为现在看起来 大家认为说这个豪宅违建 应该是确有歧视 但现在就是屈公所也不得奇门而入 好可是你看严宽恒他说 中俄区的补选 民主最后的一道防火墙 然后万一国亚输了的话 民主恐怕沦丧 台湾要走向独裁了 这大家想说这到底跟他 这个违建有什么关系 讲的这么严重是怎样 这几个礼拜讨论来的 包括占用公保地 还有违建这些事情 老实讲 你们节目急 我比你们更急 你说我这样 句话赶快出来讲 我也很急 你对我有选举经验的人 这些对我来讲 因为选举投票是下礼拜天 对啊 不是说双季就两个 对啊 算了十天而已 没有两个星期就到了 你觉得对我来讲 这些议题对选战上来讲 有加分吗 这绝对都是扣分 完全都扣分 这绝对都扣分 而且看得到停损 你停损的话 这些 老实讲违建公保地 对我们来讲违建是这样 你各县市都有违建 那违建只要有人检举 你包括急报急差 涉及到公安的急报急差 那其他的就 包括今天刚刚杀戮政工所 去认定 我觉得这个要及时认定 因为你不要让他觉得说 市政府有偏袒或怎么样 我觉得杀戮政工所 去还不够 你必须都发局的长官 要带队去 像台北市我们有一些 有认定 甚至还要警方 去协助去认定 包括因为有一些 包括有争议的 警方也要 那个阵仗都要够 你要让人家知道 你市政府 现在在闪去 不要紧 但是行政中立还是要做到 要认定要及时认定 所以我说 我急我比大家都还急 就选战上 怎么去直选 就我目前了解 党中央老实讲 党中央也跟严家 当然有做沟通 那严家给党中央的态度 是这样 就回报了立场说 严家是希望这件事情 先冷却处理 所以他的冷却处理 就是以拖待变 也不是以拖待变 他们严家有自己的 处理的方式 那党中央也只能尊重 因为毕竟你说 家里面的土地 或怎么样这些 党中央也不是说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我跟他说 你那不对 你稍有违建 我叫你捐出来 或怎么样 当然危机处理 各种过去选举方式 大家都看过 那党中央 我相信也有跟严家建议 大概有一些的建议的方式 可是最后还是要尊重 严家的做法 严家的讲法说 这一部分就入战了 或这一些 还是要尊重他们的做法 所以我目前 严家的做法是希望 还是要回归选举打入战 就回到组织盘 那至于空战党中央目前可以介入帮忙了 这部分危机处理的部分 双方已经有沟通过了 可是严家还是握有主导权 那最后怎么去做解释 所以我说急 我一定比你们更急 你这部分空战 没有止血的话 你选举接下来每天 就是还是在持续的持血 每天都会被人家拿来讲 所以甚至党内也有人建议说 现在要创造加分 那创造加分 党内谁最有加分效果 所以有人建议说 新北市长现在 侯友宜是最大咖 说建议侯友宜下去浮选 可是目前联系的状况 侯当然现在 看起来目前也没有很乐意 那卢秀燕是台中市市长 他当然是目前的 在地的一个大家长 可是就说 卢秀燕介入的程度是怎么样 补选程度怎么样 这个有点没搞 如果譬如说刚刚讲说 我下去补选太用力的话 譬如说拉台太多 民党当然也会顶着你看 就说你行政不中立 所以有单薄卢秀燕介入的时候 这变得有他的难度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 炎家目前的整个打法是这样 他们是想打组织战 陆战 那在空战的部分 他希望冷却处理 就把所有的投票率把它降低 目前的大的方向是这样 只是说这一招 有没有办法说 现在民党看起来是在打了空战 轰轰烈烈的 那你空战了 没有办法把它止血的话 你靠陆战能够补得回来吗 所以我会讲说 我会急我会忧心是这样的 那至于说党中央 在最后的十天里面 还会出手 就说协助在空战的部分 当然也不是说坐以待毙 还是会出招 就说做攻击面的部分还是有 我知道的大概状况是这样子 只是说这一种 化被动为主动出招 到底会没有效果 攻击 因为你跟打乒乓一样 或跟打网球 你被动失分 那你要主动出击 让对手可以扣分 所以目前的招是这样 只说最后十几天 看得出来是 一边要冷一边要热 那最后谁有用 这不是我们冰冰在吃冰 或烧冰冰 所以我觉得最后冷却跟热 热战跟冷战 两边关系到投票率 最后是绝胜物的关键 是 明贤刚刚讲 不用处理 明贤刚刚讲了以后 比他还要着急 比他更着急 因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朱立仁曾经怎么说 说他跟颜嘉 分配跟颜光恒说好 地方的陆战由颜嘉为主 那空战跟什么 上电视辩论等等 由这个国民党 这些上电视的人说 负责 可是他里面有一个弹书 就是说负责上电视的 这些国民党的这些 要缴对不对 要跟颜嘉的竞选团队 保持密切的联系 就是说如果一有什么的话 颜嘉要马上 颜光恒他们要马上 把真相告诉他们 他们来辩护 可现在民贤他们也讲不出来 事实上民贤 如果他们包括民贤也好了 包括叶元支也好了 包括这所有的人 都大可在电视上 直接把我们反驳掉 直接站出来讲一句话 经过颜光恒 打个电话跟我讲的结果 他的这个所谓的 洛宇松招待所 对不对 欧式庄园 对不对 一平的违禁都没有 你只要这样讲就好了 一平都没有 如果有的话 颜光恒退选 这样就好了 他现在没有人敢讲这个话 因为他们可能 连颜光恒到底要怎样 真相是怎样 颜光恒也不肯跟他们讲 好 所以我们稍微回来 我们就来看 因为刚刚国民党方面 党中央现在也很着急 但是呢 现在颜嘉就希望说 用冷却处理的方式打路战 好 不过我们稍微回来 还要来看到的是 卢秀燕跟颜光恒同台 还有两度感谢颜光恒 跟颜立敏兄妹争取建设 他整个过程浮选的味道十足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 先讲我们先请教议员 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豪宅 如果说真的没有违建的话 那可以请媒体记者上去看一下 就还你颜嘉清白就OK了 另外就是大家在想说 那台中市政府 是不是也帮他们以拖待变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 两个人同框 卢秀燕跟颜宽恒 那么是在这个雾峰区举办 名声桥改建开工典礼上 卢秀燕特别两度的感谢 颜宽恒跟颜立敏兄妹争取建设 还要他邀请他去主持 有奖征达 两个人同台合体 好 议员怎么看 如果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新闻的画面 市府真的有动的 我们的公所 龙井公所跟沙路公所 真的到门口去按电理 然后对方还回来说好 结果最后好像也没有进去 这就是落实了 这个叫做以拖待变 就是颜宽他甩锅给林家隆 其实我们应该希望颜宽 马上跟卢秀燕讲说 同样的标准 你赶快来执行 你不要犯了之前 他认为的行政怠惑 我觉得卢秀燕他也可以 大刀阔斧地说 我就马上来查 我就可以请都发局 会同记者 会同工所的人 我们一起进去查 到底有没有违建 然后如果没有违建 也可以还给严家一个公道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如果说我们再重新来 回来看这个案子 就是拖 不是只有这个行政的怠惰 不是只有去查的时候拖 他未来14天查报之后 市府一定会再给他 14天的这个限拆的时间 然后只要他有在拆 市府就说虽然慢 可是他有在拆 他基本上他不能够去 他要注重他拆除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可是我们看到817 其实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我们现在看到 他实际上只拆了 围墙的一半不到 然后也那个组建屋的部分 大概也只有旁边的 这个屋顶的屋外有拆了 这表示什么 如果14天再加14天再加 他以这种态度来拆 我想不是只有到选后 可能到选后半年一年 都不见得 选完了就算了 所以他可能也抓准了 这个选民 台湾人民是健忘的选完 大家就不会再提这个事情 他就可以保有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其实很可惜 我们也看到了 他的有三位立委来帮他拍片子 说他是一个脸皮很薄的 一个立委 那我在想说脸皮很薄 遇到我们有这个违健的事情 是不是应该赶快 自己赶快来处理 这个对于选举也好 对于这个后续 他的形象也是有帮助 我们看到过去的例子 苏家全在选副总统的时候 他的房子 他马上就卷出去了 韩国瑜的时候 他的那个房子 他马上就把它卖掉 把它出了 就不是他的了 我想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来看到 严家对于这种违健的态度 我们觉得其实不可取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们更应该要来 强力的要求说 他一定要表态 这个其实对他 其实不见得不好 那反过来说 他来看很多的事情是 他为什么不急 是因为在中俄选区 基本上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选区 一般的民众 他可能比较在乎的是 人情的压力 他可能对他的形象 我想民众有一定的了解 可是对于他的这种 人情的攻势 大家是很在意的 为什么 因为家里有婚三喜庆 他可能是爸爸到了 然后妹妹也到了 然后哥哥也到了 一个事件三个人都到 而且刚刚我们的立委也说了 他事实上他们不管是 参与活动 老人会或其他的这样的活动 他们都会有一些捐助 大家会觉得说 这是很有人情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去看他们 未来要打的选战是 他们希望透过这些组织 动员的力量 把这个他们还插的票补起来 为什么 从这次公投来看 大概两边差距 不同一票只多 同一票大概三千到四千票 那表示什么 表示这一次 他们还没有 极力去动员公投这个选举 他们还没有下支援 还没有很努力去做的时候 他们是有空间 把这些没有出来头的人 把他吹出来 那他们就会有机会赢 而且他刚刚也有 他也有去批评说 林基里去放那个影片 是什么仇富反三 然后他可能说又是 故意去制造他的不好的形象 可是他这样讲 他其实是不希望什么 不希望年轻人 跟在外面的人回乡反票 因为这些票 基本上可能不见识他的 那我们觉得更调诡的是 他在物风的那个 跟卢学院一起来 来造势 然后卢学院跟他同台这个事情 有一个议员就说了 说言冠衡他没有当立委的时候 还继续来推动建设 那卢学院也说 这个我可以证明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部分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真的希望说 他不要当立委 稍后再讲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好